12到17歲青少年 15號才將開打第二劑BNT 但現在卻驚爆 不但有青少年已經打完兩劑 甚至疑似打錯針 打得不是BNT 摊開接種紀錄意外發現 有45位青少年竟然打了兩劑AZ 有6個人被打了兩劑高端 打一劑莫德納的有24人 被打兩劑莫德納的也有13人 累計至少75名青少年打錯疫苗 用藥安全 三毒五對這個是很基本的 這已經不是第一劍了 這已經第N劍了 然後越來越誇張 新屬民青少年打錯疫苗 指揮中心認為有三種可能 資料起錯 部分的高端就打到 18歲以下的青少年的案例 其他的疫苗也有可能發生 有民眾他是在國外打的疫苗 國內補登 但國外根本沒高端 六位被打了兩劑高端的青少年 鐵定就是打錯 當初因為只有BNT 做過青少年安全實驗 我國才強行規定青少年只能打BNT 如今有75人打錯針 影響是什麼 從醫學上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沒有影響 如果你打錯疫苗 將來這些青少年 萬一有發生什麼問題 都可能被歸罪為 打錯疫苗所引起的 你系統就要自動去核對你的 這個年齡 是不是在適合接種的對象裡面 這個系統設計就是根本沒有設計 就一天到晚亂七八糟 台灣人怎麼一天到晚當白老鼠都待不完 當初16歲少年被誤打了高端 指揮中心說因為他看起來太壯 如今爆出75名青少年打錯疫苗 難道要推說這75人看起來都太蒼老 記者吳俊瑰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